PoseData已经处理完了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继续写 继续写我们接下来的路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New 新建博客的路由 新建博客的路由呢 首先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BlogData复制成Request.body 通过Request.body 把新建博客的时候 那个数据全部给它收集过来 然后放在这里面来 放在这里面来之后呢 我们肯定需要执行这个 Controller的一个函数对吧 Controller里面这个函数呢 我们先定义 比如我们定义一个NewBlog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BlogData 我们可以做一个兼容 就是它如果是没有的话 就不让你给一个空对象 这个方式是ES6的一个新的语法 然后我们可以做个注释 BlogData是一个博客对象 包含比如说titleContent属性 对吧 然后我们先不对对象做处理 按理说这个对象里面的这个标题 那种应该是塞到数据库里面去的 对吧 然后执行完了之后再返回 那我们现在先不管它 我们就直接去返回一个数据 我们要返回一个什么数据呢 我们返回一个ID 比如说ID等于3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新建博客 插入到数据表里面的ID 就是我们当时在鉴表导师 每个行都有一个ID 对吧 每次我们在新建博客新插入的时候 这个ID都会不一样 实际上这个ID会低增 就是34567这样低增 所以说我们每次新建博客的时候 这个ID都会有一个新的 我们就把这个ID返回回来 返回完之后呢 就表示我们这个新建就已经成功了 好 建完之后我们还得把这个函数 给它输出出来 好 然后保存一下 保存完之后 我们在这个Router里面 路由里面把这个函数 给它放到这儿来 好 函数有点多 所以说我们可以改变一些格式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显示 这样的话看起来也比较直观一些 好 然后这个NewBlog呢 就放到这儿来了 放到这儿之后 我们可以继续去使用 对不对 然后 使用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它返回的应该是个对象 是吧 它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是一个ID 所以说我们就 直接通过Data 复制成NewBlog 然后把这个BlogData给它传进来 或者说我们直接就把这个 RequestJobody给它传过去 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去Return一个NewSuccessModel 然后把这个Data给它输出来 这样的话 这个新建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简单做个测试 做测试之前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BlogData给它 在这儿打印一下 比如说New 把这个核实名来写上 NewBlog BlogData 然后 把这个参数给它写上 打印一下 证明我们真正的获取到了这个数据 然后保存 保存完之后呢 当然我们也不用重启 我们一直用那个 NodeMove来监视着程序的变化 自动重启 我们把这个接口给它 拷贝一下 打开这个Postman Postman 然后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接口给它写上 就是LogoHost8000 然后API Blog New 然后Body里面呢 我们改一下这个Body Title Content Title 比如说 测试标题 123 然后Content是 测试内容 123吧 OK 这样的话 大家看我们这个格式 还是这个ApplicationDiscent的 这种格式 然后我们直接发送 这个Send就OK了 发送完Send之后 这个地方应该返回一个3 没有反应 我们看一下控制台 抱歉 我这儿还没有启动 不好意思 刚才做完Promise测试之后 我这个地方来启动了 我应该到这个Blog1里面 通过NPM1Dev来启动 好 启动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屏幕清一下 启动完之后 然后到这儿来我们重新发送 好 大家看它返回的就是这个 AronNumber等于0 然后Data里面呢 是一个ID等于3 对吧 但是我想的 还是我一边做呢 你就一边操作 这样的话 你就能看到自己屏幕上的东西了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下控制台 这个的话已经打印出来了 就是New Blog Blog Data 然后Title是这个测试标题123 Content是测试内容123 这样的话就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在这个 首先在Router里面 这个RequestBody 确实是获取到了 我们Postman里面提供的这些内容 对吧 然后我们又把这些内容呢 给它传递到了这个 Controller里面去 所以打印出来了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印 暂时先删掉一下 暂时没有什么用 保存 这样的话 这个新建的New的这个路由 我们就已经写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去写Update的路由 其实格式是完全一样的 Update呢 肯定是也要去 获取一个内容 对吧 就是RequestBody里面 我们更新嘛 更新的时候 肯定也要去更新 这个博客的标题 或者说内容 是吧 但是更新的时候 还有一个ID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需要做两步操作 第一步是我们要 获取一个ID ID我们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来获取 就在这个Detail的 这个借口里面 我们获取一次ID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ID呢 给它提到这个上面来 提到这个上面来 这样的话 这个ID就可以通用了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ID 可备一下 更新影片包括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是需要 把ID 刚才已经有了 然后需要发送的内容 发送的内容 其实就在这个 RequestBody里面去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所有的信息都有了 我们把这个删掉 信息都有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Controller里面 去继续写这个内容了 好我们把上面的函数 全部折起来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Update Blog 复制成什么呢 它传到参数里面 肯定是有一个ID的 然后还有个什么 还有个BlogData 同理BlogData 我们这加一个默论值 就是空对象 这是更新博客 对吧 建完之后 我们还要把这个函数 给它导出出来 好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 BlogData这个内容呢 其实是和上面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直接拷贝过来 然后再加一个ID 就是要更新博客的ID 然后返回是什么呢 我们直接去返回一个 True就可以了 返回True 就说明是已经成功了 返回False呢 就已经失败了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是假数据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去返回True就可以了 就是表明我们已经更新成功了 好 我们为了演示效果呢 同理我们在这个地方去打印一下 UpdateBlog 然后把这个ID和这个BlogData 都打印一下 好 保存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UpdateBlog 在Router里面 在这儿继续 回车吧 叫回车吧 在这儿继续给它引入一下 引入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路由处理这个地方 叫Result 因为它返回的True或者False 对吧 首先第一个把ID传过去 然后第二个呢 把Request的Body传过去 这个ID呢 已经在上面有定义了 所以说这儿直接用就可以了 OK 然后这个Result是什么 因为这个函数返回的是一个True或者False 是吧 所以说Result 我们可以这儿做个判断 就是F Result 我们就直接返回一个什么 New Success Model 就成功了 然后Els呢 如果是失败呢 我们就返回一个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它不会失败 但是不代表我们将来 不会失败 返回一个New Error Model 然后传入一个文字 比如说叫更新博客10版 OK 我们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Postman调试一下 这个接口 然后Postman里面呢 我们之前是API Blog New 对吧 我们得把这个API Blog改成Update Update呢 然后把这个ID给它传过去 比如说ID等于3 然后标题呢 我们就写成测试标题456吧 然后这个内容 也是测试内容456 好 这个时候我点发送的时候 它应该是返回一个 Success Model那种形式 对吧 好 我们点一下 好 大家看这个地方是 Aron Number等于0 然后什么信息都没有 对吧 为什么行 什么信息都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只是返回一个Success Model 我们什么信息都没有传 所以说它什么信息都没有 但是没有关系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 告诉了前端 前端根据规范来看 Aron Number等于0的话 它肯定就是一个 正确的一个操作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下控制台 打印的消息 大家看 Update Blog AndFind 这个地方有个AndFind AndFind先不管它 然后后面有一个内容 内容其实都是 我们刚才的内容 测试标题456 和测试内容456 AndFind应该是 ID没有获取到 我们简单看一下 这个问题 找了一下 刚才那个 ID没有获取到的问题呢 是因为一个手滑的问题 一个低级错误 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个抱歉 之前的时候没有发现 是在这个app.js里面 我们在解析Query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应该写成是1 不是0 之前写的是0 然后后来也没有发现 到现在才发现这个问题 非常抱歉 我们解析Query嘛 应该是这个 URL问号的这个 后半部分是吧 然后解析pass的时候 应该才是 这个前半部分 所以说这个地方写成是1 写成是1之后呢 我们再 关掉它重新来一遍 这个接口测试 我们把控制台给清一下 然后在postman里面 重新来一遍 OK大家看 结果还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我们在控制台中看一下 好 UpdateBlog 然后这ID就是3 然后后面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returnTrue呢 改成returnFalse 来简单的看一下 改成False之后 大家想那个结果 应该这个地方是一个 rNumber等于-1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OK大家看 改成False之后呢 rNumber等于-1 然后呢 Message是什么 更新博客失败 就说明 这个地方返回的这个 ProFalse还是有效的 所以说我们再改回来True OK 那我们把这个 打印给它 暂时先删掉 我们关一下 我们接着再去写下一个